为什么没有李小龙就没有永春拳 而近年来永春拳的爆火也是趁着电影的东风 本期追根溯源 不讲战力 不谈技术 单纯讨论一下电影和永春的关系 永春拳可谓是最早在好莱坞电影 展露本事的中国功夫 究其缘由肯定与李小龙脱不了关系 功夫片起源 李小龙 众所周知 李小龙永春出身 少年时还学习过各种中国武术 后来学习过击剑 拳击 也有过街头打架的经历 最后武术电影《两开花》 开创了功夫片时代 也留下毕生心血 截拳道 虽然李小龙将各路中国武术 跆拳道 拳击 柔道 卡丽等武术 混合成为自己的体系 但是永春作为李小龙最初的根基 自然在其动作中有所体现 如果没有李小龙 也许永春拳就只是在中国众多武术中 普普通通的一种 绝对不会像如今这样 在全世界都有非常可观的捧根 而且 截拳道本身是否就是一种 李小龙针对永春缺点的改进呢 我们不敢确认 由于英年早逝 随李小龙一并诞生的功夫片时代 并未形成长久统治之势 直到成龙 李廉杰等接班人出现 功夫片才再度重现江湖 環球 感谢观看